卫生部长苏巴马连尽早为加勒一所乡区诊所主持开幕礼后表示 目前彭亨共有239所乡区诊所 其中14所坐落在文东区 为了扩大彭亨州内的医院联网 共享医疗服务资源 卫生部有意将文东医院加入其中 目前淡马鲁医院、儿列图医院以及立背医院 已经率先实施这项计划 除了宣布提升文东医院的专科 苏巴马连今天也移交了21辆救护车 给彭亨州医院和诊所使用 相信当地的医疗设备足以应付人民的需求 八度空间邓税金文东报导 老虎巴马连连地的医院 老虎巴马连地的医院